国人每年因为肺病死亡的人数比死于心脏病的还多 高一胸腔内科举办呼吸健康周活动 带领民众一起来做呼吸健康操 并且透过曾经病危的流感重症患者的案例 呼吁民众不可轻忽流感 要赶快施打流感疫苗 为自己的健康加上保障 来自上西 西土 这是高一胸腔内科举行的健康呼吸周活动 带领民众一起做呼吸健康操 并透过曾经病危的流感重症患者案例 宣导肺部保养和流感不可忽视的观念 流感它比较严重的时候 它会引发一些慢性疾病的急性恶化 那除了引发这个气喘的急性恶化 慢性心脏病的急性恶化 还有一种流感非常致命 就是它诱发了流感性的肺炎 那通常都会导致急性呼吸窘破症候群 西群的老妇人两年间开始出现咳嗽症状 有刺咳到双脚五粒跌倒 送往高一急诊时 才发现是流感导致的急性呼吸窘破症 紧急住进加护病房治疗 接受肺部复原复健后 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 在加护病房住了大概一个月左右 因为那时候病危通知大概发了两次 做气切之后 我们就开始在亚急性呼吸那边做了一些复健的动作 但它那时候是完全人没有清醒的 到他们的那个呼吸治疗中心那边去 做一系列后续的这些动作 才慢慢慢慢的他开始有点意识 然后慢慢的觉得说他需要呼吸 他需要自己自主这样子 国人每年因肺病死亡的人数近三万人 比死于心脏病的还多 许超群主任表示 外来的病菌 过敏源或毒害微粒 都可以轻易被吸入下呼吸道 引发肺部的感染 发炎 癌化等伤害 医师呼吁民众平时就要去施打流感疫苗 为自己的健康加上一层保障 港独新闻 潘志光 小亚新采访报道